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昨天我們曾經提及過 美國司法部和聯邦調查局FBI 會在昨晚召開一次聯合記者會 原來這次記者會的內容 跟拜登的壞消息是無關的 跟什麼有關呢 就是跟中國的獵狐行動有關 在說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原來美國當局就是瓦解了中國的獵狐行動 根據這次記者會內容指出 美國將會起訴8名涉及中國獵狐行動的被告 8名人士當中包括了7名中國人 和一名協助他們偵查目標行中的美國私家偵探 而在這8個人當中 有5個人已經被當局逮捕了 另外有3人相信仍然在逃 目前應該在中國那裡 而當局指控 這8名被告 對於那些在美國的中國公民進行威脅 騷擾 監視和恐嚇 試圖是脅迫他們返回中國接受審訊 這個助理司法部長德默斯就提到 對於那些在中國和其他地方 從事類似於這個獵狐行動的人 美國方面的信息是非常明確的 就是要他們離開 因為美國是不歡迎這種行為 這位助理司法部長還強調 說美國要確保法治在世界範圍裡得到尊重 而美國 今次已經將中國的獵狐行動徹底改變了 獵人變成獵物 追捕者就反過來被追捕 同時 當局也形容 中國的獵狐行動運作程序 令人震驚 而且規模還相當龐大 根據他們的介紹所說 就說其中一名獵狐行動的受害人 是中國的前官員及其老婆子女 他們在2010年的時候就定居在新澤西州 而中方的獵狐行動人員就不斷威脅 這名前官員要返回中國的視訊行審訊 手法就包括了 在這名受害人的家門前 留下一些恐嚇字條 寫著如果你願意返回大陸坐牢10年 你老婆和子女就會沒事 這件事從此就會得到了斷 而其他的滋擾方法 還包括了 囚禁受害人的姊妹 以及在網上騷擾受害人的子女 美國當局就指控 說這群參與獵狐行動的人 根本上就不是跟美國執法當局合作 而是代表著中共政府在美國進行一些非法的境外執法行為 實際上大陸當局 他們都承認是有這個所謂獵狐行動 或者是叫做天網計劃 只不過他們從來 沒有透露過這個獵狐行動 或者是天網計劃的 詳情和細節究竟是怎樣的 我記得大概在今年7月左右 我們曾經都說過 關於大陸的獵狐行動 或者叫做天網計劃 當時中紀委 還拿出來標榜 就說成功在中國境外 召回到一群貪官污吏 返回中國 進行審訊 當時我就已經提出質疑 這群貪官污吏 難得 能夠逃離中國 山高皇帝院 他怎麼會肯自動投案呢 說不通 一般的情況下 這群傢伙走了就是遠走高飛 就已經是阿里吉帝了 還肯回中國進行審訊 原來美國指控他們用這些脅迫手段 當然在中紀委當時發布這一則消息的時候 就沒有提及過他們採取什麼手段 去勸告這群傢伙反回中國 現在人家就刊登出來了 當然 究竟中國外交部金譜怎麼拆 我估計他們大概都說 美國現在所說的東西是留的 是沒有事實根據的 他唯有就是不認 因為你很難認的 明明就說要陽光司法 要尊重其他的 國家的司法管轄區 你現在就做了這些東西 其實就是 完全漠視了美國的司法管轄區 你怎麼會派一群傢伙去進行境外執法 其實就等同於脅迫那群傢伙回大陸受審 同時也是割韭菜 當時這個中紀委都說過 說這群傢伙不但 是要返回審訊 而且當時有一個名叫追逃追贓 不但要追捕那些逃跑去外國的貪官 那這群傢伙本身的人就不值錢 最多是多幾兩肉 肥到脈都穿不到 問題就是他們的贓款 才是重點 所以當時這個 追逃追贓的專項行動 就說啟動得很成功 如何如何 而且當時用標榜 說連續開展多年的天網行動 就已經產生著 顯著的震懾效應 當時那些 大陸官媒有報導過這宗消息 當然他們當時也沒有提及到 究竟是怎樣能夠 令到這個所謂追逃追贓的行動成功 現在就被美國當局踢爆 原來是用這些手段 當然現在美國司法部和聯邦調查局 已經瓦解了這個所謂的 很多 追逃追贓追贓追了那麼多人回去 所以我就相信 陸續就會有這些 列狐行動的人落獲 好了 接著就再看看 另一宗消息 就是美國國務卿 蓬佩奧 他轉到 馬爾代夫和斯里蘭卡進行訪問 看看蓬佩奧在這兩個國家所說的 其實他目標都很明顯 就是要叫大陸長腳 因為這兩個國家 正正就是一帶一路倡議國 當然馬爾代夫就已經是變天了 政權 現在就已經是向美國方面靠攏 但是斯里蘭卡就被 蓬佩奧叫長腳當中 好了我們就先看了 究竟他接受印度媒體訪問的時候 他說了什麼 他在訪問當中 再次重提 說要聯合很多國家一起對抗中共這個主張 蓬佩奧怎麼說呢 他就說全球熱愛民主和自由的國家 都必須要聯合起來共同對抗中共 他就說美國會議能夠執行的任何方式 對這些國家提供支持 他還說美國有信心 只要這些國家能夠站在一起的時候 就會對於大陸起到一個震懾作用 他又重提這個圍堵中共的策略 好了 至於他轉到馬爾代夫的時候 他又有什麼宣佈呢 就是 美國將會在馬爾代夫設置這個大使館 這個是歷史性的 之前從來都沒有試過 當然現在馬爾代夫的政權就已經變天了 在2018年的時候 本來的政權就是親中到極 所以又簽了很多一帶一路的協議 諸如此類 後來 現在這個現政權上台之後 就發現這個一帶一路似乎都不是好東西 搞到馬爾代夫陷入了一個債務危機 於是就向美國方面靠攏 昨天蓬佩奧就宣佈了 將會在馬爾代夫的首都馬里那處 設立這個大使館 當然那個象徵意義就非常之重要 一方面就是標誌著馬爾代夫向美國靠攏 另一方面就是代表著 馬爾代夫跟中國越走越遠 另外蓬佩奧轉到斯里蘭卡訪問的時候 他高調地批評說中共是掠奪者 而美國將會成為斯里蘭卡的朋友和夥伴 他在聲明當中就提到 說美國將會以捐款的形式來援助斯里蘭卡 而不是提供所謂的貸款 就是說 美國將會送錢給你斯里蘭卡使用 不是借給你 是送給你 除了送錢之外 美國和斯里蘭卡 還將會簽署三項的條約 一項就是支持斯里蘭卡經濟發展的 4.8億美元的一項服務協議 另外還有一些軍事協議等等 最後一件事就是 就是蓬佩奧在訪問期間就對斯里蘭卡總統說到 希望斯里蘭卡 能夠擺脫對中共的依賴 那已經是說到開口了 就是擺明告訴你 搞那麼多東西 無非就是想你 這個斯里蘭卡和中國 不要站在一起 是嗎 畫公仔畫到出場 其實都比較少見 因為通常 外交辭令 就是含蓄一些 不過沒有辦法 因為斯里蘭卡本身 都是泥足深陷在一帶一路當中 連漢班托塔港口都已經是 移交給大陸 還要租借99年 可能蓬佩我覺得 如果他不是說得那麼出面的時候 可能斯里蘭卡方面沒有什麼反應 所以他就說得那麼白 比較少見 這個是 通常都不會說 通常都是會標榜民主自由的核心價值 現在就告訴斯里蘭卡應該怎麼做 到底斯里蘭卡會不會聽 蓬佩奧怎樣 這個暫時就未知之數 好了 最後一站蓬佩就會轉到印尼 到底他去到印尼又會取得什麼外交成果 下次我們再說 這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